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要来发报的研究主题是 正科角度之最想要的轨迹的解体度探讨。 我的关键是让我形状不同的问题和正科角度。 首先是研究动机。 当初我延续这个主题的研究是因为看到了 肖念学姐的实验。 它当初是在进行造模实验室研究在正地方体的时候的造模形状。 而当初我看到了那些设备想 如果我将那些正地方体进行长度的改变 或是边数的改变,也就是正三角柱或是正五角柱时 它的造模形状会是如何的。 因此我查了先前的文献后发现 在模型中的造模形状它与温度、大树时的倾角、 模型大小还有同线直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此我查到了一些研究目的。 首先我们用实验去比较不同柱体模型的造模形状, 并且利用动态集合团体进行模拟。 而这图就是我们在正地方体时可以得到的造模形状。 接着我们计算它的最高曲面面积以及理论分析。 而基于那些研究目的,我设计出了一些研究问题。 首先第一点,正地方体造模形状的二次进次修正。 第二点,进行造模实验探讨正三角柱以及正四角柱。 造模形状以及用数据软体做出最高曲面的模拟, 以及讨论能量转换零件点。 而什么是能量转换零件点? 就在我们之后的简报会再长细的介绍。 接着,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研究设备以及器材。 首先第一点是模型,第二点就是笔记工具,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实验设备。 接着,另一,我们造模实验它是指将模型放入固定成分的肥皂水中, 再牵持抽出观察造模的形状。 而在我们研究当中的肥皂水比例是,肥皂与水的比例是1比6。 而接着,是普拉图问题。 它是指最小曲面问题,研究在边界固定时计较表面的存在性。 接着,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研究过程。 首先是正地方体最小面积。 首先,这是我们的照模实验的照片。 我们可以观察它的形状。 接着,我们对它做一次近视,也就是将它的点与点之间视为直线。 因此,我们有边长为1的正地方体。 中央正方形边长为X。 所以,它的面积和一个正方形,八个T形,与四个三角形的面积都会如上。 可是,我们重新来看一下它的照模实验的照片。 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些弯弧度的。 因此,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些面积上的修正。 因此,我们设这块要设的面积为Excellent。 而我们将正方形加上四块Excellent。 而T形,则减上一块Excellent。 所以,我们修正后的函数, H of x 等于 F of x 减上四Excellent。 接着,是我们的长方柱照模实验观察。 而我们初期是用1比1比2的。 首先,这是实验照片。 而我们反复抽出了所得到的结果相同。 因此,根据我们的文献, 我们推认我们所看到的照模形状是最小曲面。 接着,我们依序设点A到H为正式角度的八个顶点, 并且设P到S为中央矩形的四个顶点。 因此,最小曲面就是长方形状。 PQRS,四个大地形, 以及四个小T形, 还有四个三角形的面积和。 而它们的函数不上乎式。 可是,比照整理方体, 我们也是需要一些进行它的修正。 所以,而且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到, 黄色跟粉红色的区块面积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要将它设为ε1和ε2。 因此,它修正后的函数会如上乎式。 接着,我们想要找F的技巧值, 以及当时的ST值, 是值。 可是,此函数是一个双辨函数, 因此,我们用篇尾分是不好解的。 因此,我们那个时候找到了一个演算法。 它是次T度法。 因此,我们利用那个演算法得到 X等于0.59793, 7E等于0.15084, 而它的Docminimum等于9.046E。 接着,我们根据文献, 进行正三角柱体的模拟。 我们有边长文一,高纬H的正三角柱。 而当H小于0.5的时候, 它的形形会是如左图的。 中央是有一个正三角形, 而场面则有三个三角形, 以及上下有六个T形。 而当H大于0.4的时候, 则是上下各有三个三角形, 以及旁边有三个T形。 而它们的面积函数如上。 同时,文献还说了, 0.5到0.4之间的时候, 它们会是随机出现的。 因此,我们认为它们的函数 应该会有个共通点, 可是我们却没有找到它们的共通点。 因此,我们认为它可以利用分叉理论去解释。 那,什么是分叉理论? 分叉理论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它是, 有一个屋子从右上, 它要往右下移动, 可是当它到这里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因此它会产生一个, 它会跳过来这边, 因此就是分叉理论。 也就是我们来解释, 当h大于0.5的时候, 到h大于0.4的情形, 它是这样调过来的。 接着,是我们的正方柱照模实验, 这是我们的设备图, 而我们是希望它是可以调整高度的, 我们想要接着找到它的转化理解点, 而这是我们的实际设备图, 这也是我们的实际设备。 同样是可以调整高度的, 而我们在0.4的时候, 发现它是水瓶的照模型状, 而在0.5,0.6,0.7, 以及0.8都得到同样的信息。 然而我们在0.9的时候, 发现了它的同时有可能是水瓶, 也可能是垂直的状态。 然而在1比1比1的时候, 它就只有垂直的状态, 并没有水瓶的状态。 未来展望,我们希望可以制作出,我们将会制作出正三角度以及正五角度 接着进行造模的实验,并且用电能模拟以及利用数学去计算它 同时我们去寻找一个去进行分析 我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以数学动态团体模拟并解释物理实验 并跟精锐的计算人进行造模形成的地图分析 并解释先前我们的数学领域以及物理学信仰之间的产意 这是我参考资料,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